台南市一名马来西亚籍中性女生 10月28号晚独自返回长荣大学宿舍途中 被歹徒掳走杀害 遗体被丢弃在高雄山区 台湾警方寻线逮捕嫌疑人 针对此事 台南市长 台行政机构官员以及蔡英文 纷纷向女生家属及马来西亚民众表达歉意 杀人气失 嫌犯不出警局被记者追问 他无话可说 经过六个小时侦讯遭警方移送 坦诚他在那里作案的目的 是为了性侵跟性骚扰 死者是台南市长荣大学马来西亚籍的女学生 10月28号晚间8点多 她走路回校外宿舍途中失踪 警方接获报警后 10月29号在学校附近的便道 发现被害人的鞋子 研判遭强行掳走 调阅监视器锁定可疑的红色车辆 车辆停在台铁桥下 有一段的时间 事发时 嫌犯埋伏校外便道 看见女生经过 用绳索勒脖子 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从10月28号晚间9点 开车载运尸体 在台南观庙 新化 观田等山区移动 直到隔天下午4点左右 弃尸在高雄大港山附近产业道路旁 不确认她是不是有死亡 因为她可能只是她只是昏迷而已 所以她就载着这个女学生到处乱绕 这起凶案的消息传出后 从台南市长台行政机构相关官员到蔡英文 在10月31号 纷纷向女生家属及马来西亚民众表达歉意 也向学生的家属 马来西亚国家的人民 表达自身的歉意 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 不仅对台湾的形象有莫大的伤害 更代表我们在社会安全的维护上出现了漏洞 我个人心也是很沉重 遇到这样女学生避害 这样的一个不幸事件 我要向被害家属致歉 在接受报案等等方面 可能有一些不够精细 也不够友善的地方 这部分我们要检讨 有涉及高阶警官的这些相关的检讨 市长昨天其实就跟我联系 这些调动等等这些 我们也尊重这部分市长的职权 命案毕竟发生了 在这里还是要跟家属 这个致上最大的歉意 不过蔡英文及其他民进党当局官员的道歉 却引来一些岛内网民的批评 有人说陈枪烂调 有人质疑 只因为是外籍就出来道歉 过去几年凶杀案死了多少人 你有出来道歉吗 还有网民表示 蔡英文是选择性的人词 被陈同佳杀死的女友的正义在哪里 词咱们 请回座